这绝对是本届世锦赛最奇葩的对局 中国小将斯嘉辉对上魔术师莫菲 莫菲两杆经典雕带为自己的魔术师称号着 并且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斯洛克界的莫菲定律 这第一杆魔术师莫菲就给大伙表演了一出魔法 我们暂且称他为声东击西吧 虽然莫菲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但这毕竟是世锦赛 后面的球咱还得后着脸皮打 21 21 27 2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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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稳定先生莫菲的一通稳定的操作 顺利地打光球桌上的红球 但黄球角度似乎不理想 但如果这样理解 那你的格局就小了 魔术师莫菲是为了表演魔法 是成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杆绿球又走多了 看来莫菲是想要证明自己上一杆的黄球纯粹是意外 莫菲2 CJW4 没想到吧 这就是魔法 吊底带就算了 谁能想到吊中带呢 这魔术师的名号我算是服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 左边不进右边进就行 7 12 18 更多精彩视频点击主页了解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